- 哇好好看啊 - 哇好好看啊 - 哇好好看啊 - 我也加油 - 哇好好看啊 - 嗯? - 卖也这么贵 - 把我卖了都买不起 - 诶 有啦 -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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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诶 诶 - 哈喽 大家好 - 顾与也来了 - 那我现在发现很多人都戴耳夹式耳架 - 耳夹耳机比较好的就是BOSE ULTRA了 - 但它这个价格就 - 啊 - 让我整个人都已经不太好了 - 没钱啊 - 哎呀买不起啊 - 于是呢 - 我就只好买了 - 这个 - 这个 - 这个 - 还有这个 - 开个玩笑哈 - 这一支SINA新款耳夹式耳机S6S - 是我们小伙伴刚刚入手的 - 他说用了几天感觉不错 - 然后老板呢 - 就让我买了这几款 - 来做一下对比评测 - 这三万耳机呢 - 都是三四百 - 那这支Amiibo比较贵一点 - 一千块 - 这一期就给大家看看 - 国产的耳夹是做的怎么样 - 能不能更贵一点的大牌 - 搬搬手腕呢 -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四款耳机 - 你第一眼看上去 - 和哪一支一见钟情了呢 - 那如果是我选的话 - 我应该会喜欢这两款 - 那第一款呢 - 像这种带亮面 - 不拎不拎的 - 女生应该都会喜欢这种闪闪的东西 - 这个充电盒呢 - 是可以照镜子用的 - 是蛇肾的心环 - 戴起来呢 -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- 挺好看的是吧 - 就是充电盒 - 它开关手感做的一般般 - 还有它这个盒子 - 就一用 - 会很容易出现划痕 - 粘指纹什么的 - 那么 - 在那这一款呢 - 是我个人感觉是好看一些的 - 耳夹它做的也是比较软一点 - 两边的发声单元和麦克风电池 - 看起来呢 - 是金属电镀工艺涂层 - 亮亮的 - 像两颗珍珠一样 - 戴上去呢 - 就很像耳钉耳环一样 - 女生们应该会喜欢这一种 - 那我手上这个颜色呢 - 是星芒子 - 充电盒呢 - 是淡紫色的 - 没有耳机颜色那么的深 - 拿在手里呢 - 就像一个鸡蛋 - 盒子呢 - 是不沾指纹的 - 它的盒叶手感呢 - 就比上一支的要好上不少 - 然后续航呢 - 也要更长一点 - 这一支黑色大一点的是深货的C30i - 耳机和充电盒盖 - 都用了半透的设计 - 就很有科技感是吧 - 摸上去塑料感也会比较重一点 - 盒子呢 - 也是比较容易粘指纹了 - 而且这种黑色的磨砂盒子 - 指纹油印擦起来就很麻烦 - 然后这支最小的AMBI - 就是这四支里面最贵的了 - 你看它沾指纹也蛮严重的 - 我才上手摸了 - 摸就感觉包浆了哈 - 耳机呢是挺文艺的咖啡色 - 但要拿取耳机就稍微有点费劲 - 这一支AMBI用的是索尼声学技术和喇叭单元的耳机 - 我已经开始期待它的音质了 - 耳夹式的耳机配戴感应该是很关键的考量因素 - 毕竟是开放式耳机不就图一个舒服嘛 - 想要舒服配戴 - 关键呢还是在这个C型的桥上了 - 那这几支耳机里面塞纳的S6SC型桥是最软的 - 它用的是高性能的记忆涅态合金 - 金属光泽的硅胶包裹可以随意弯折不容易变形 - 兼具弹性和韧性可以适应各种耳型 - 配戴时候只要轻轻一塞就可以了 - 剩下这三支耳机的C型桥要么韧性比较差 - 活着的时候要很用力的撑一下才能带上 - 要么C型桥比较短 - 耳朵稍微大一点点发声单元就达不到理想的位置了 - 这一支塞纳S6S戴上之后发声单元就很贴合耳道 - 但也感觉不到什么压迫感 - 那有些老哥就会说了 - 这么软很容易掉吧 - 你看我这么摇头很夸张吗 - 它都很稳定没有怎么移动 - 带着运动什么就更没有问题了 - 我觉得这跟它前后不一的单元大小设计有关 - 塞纳S6S的单耳重量也只有3.5g - 也是四支耳机里面最轻的 - 再加上它很轻的C型桥压力 - 整体的体验下 - 我觉得塞纳S6S在佩戴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 - 音质方面塞纳有SS全景音效 - 和SPEXX的深景技术沉浸式环绕音 - 声阔有比较大的17毫米单元 - 蛇圣还在发声单元上用上了液态硅胶 - 贵点的Ambi有索尼黑科技升学技术加持 - 可以说各家在音质上都是各线神通 - 还配上了定向传音技术 - 接下来我们就云视听一下 - 看一下哪一只能打动你的心吧 - 音质上都是各线神通 - 还配上了定向传音技术 - 接下来我们就云视听一下 - 即使耳机听下来大家一心里有答案了吗 - 但when you call me - Baby I know I'm not the only one - 即使耳机听下来大家一心里有答案了吗 - 那我结合工作室编辑老师的意见 - 做了一下综合评估 - 首先声场位置和声音层次感 - 反映它们声音的真实度和还原度 - 这个项目我觉得用上了两个环绕音技术的SANA S6S比较好 - 应该是和它用了两个环绕声有关 - 神圣星环的声音层次感不错 - 三名宝马应该可以排到第二 - 至于声阔可能是因为用了太阵膜 - 比较注重中高音的表现 - 声音层次不是很足 - 我很期待的用上了索尼高灵敏驱动单元的ABBY - 表现却不如预计 - 品材很干也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支了 - 开放式耳机中高音的表现会比一般耳机出色一些 - 拥有太阵膜深阔在这一项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- 但PU加纤维纸中高音复合阵膜的SANA S6S的表现 - 则是另外一种风格 - 两者不分伯仲吧 - 至于神圣心环 - 重低音的提升做的有点过 - 导致中高音的表现不至很好 - 上面说过安比电影的原因 - 这里就不多说了哈 - 在开放式耳机里 - 耳夹式耳机的低音听感 - 我觉得要明显优于其他几种 - 有复合低音声学单元的SANA S6S - 低音魂厚感十足且不闷 - 我觉得更弱而是耳机差距不大 - 那这一项排名第一肯定不是问题 - 神圣心环的低音量感是够的 - 缺少一些清晰度和层次感 - 可以排第二 - 深阔的C30i占了17毫米的单元尺寸优势 - 边柔和的调音 - 让它的低音听起来没有那么的饱满 - 只能排第三了 - 要是调音优化一下 - 应该可以排到更高的位置 - 至于安比就是质感和量感确实都比较多了 - 那综合听下来 - 我觉得SANA S6S的调音风格 - 还是可以匹配大部分音乐的 - 再加上Speed CS环绕音技术加持 - 空间感也很棒 - 在这几条耳机里是比较突出的 - SANA耳机有自己的APP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 - 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 - 对于耳机后面的操控区域进行设置 - EQ设置里面 - 我喜欢SANA专项的SSQVP立体数字增强 - 看了之后就会感觉音乐的质感会提升不少 - 像是降低音码率来降低延迟的游戏低延迟模式 - 这支SANA S6S也是有的 - 它也有一个寻找耳机的功能 - 带定位的 - 如果根据定位找不到的话 - 还可以让耳机播放声音 -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SANA APP是带AI功能的 - 整理材料想想创意 - 搞搞写作这样的文字功能反应很快 - 像是文身图这样的高级功能它也是有的 - 跟你对话一两轮就可以帮你想书提示词 - 接近没有学习门槛了是吧 - 所以SANA S6S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耳机 - AI功能加入也让它变成了一个体积小巧的生产力工具 - 我觉得这对于办公需求的打工人来说 - 要是能把AI功能利用好 - 赚回来的应该都不值耳机这点钱了吧 - 这一只SANA新品S6S你会给它打几分呢 - 作为科技数码UP主 - 它的音质表现 - 佩戴舒适度和AI功能的加入来说 - 我应该会给它很高的分数了 - 作为女孩子 - 这只SANA S6S的高颜值外观 - 就横入我的眼 - 还能让我给它加很多分 - 目前入手它的价格大概是不到300 - 就它的综合表现来说 - 跟我们这只测试的甚至要千元的竞品相比 - 我觉得这只SANA S6S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- 最近有想换耳机的朋友们 -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种 - 价格也不贵 - 也很好用的耳札式耳机了 - 好啦 - 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- 如果可以的话请点顾问多多点赞评论 - 我们是全资资媒体博主 - 你们的点赞评论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 - 如果可以的话也请关注数码公众正好 -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- 拜拜 - 拜拜